娱乐消息 由我国名导郑建国指导的 惊悚动作电影The Assistant 昨晚在雪州报导林赛 也举办了隆重的首映礼 郑建国携手主演之一的 许亮与盛装亮相红毯 歌手刘淑宇也在场 现唱主题曲 为电影上映宣传教室 隆重而盛大的The Assistant 电影首映礼 昨晚在白沙罗沙利诺顺利举行 顺点上导演的电影 主演郑建国和主演之一的 许亮与 以及一众受邀本地艺人 齐聚一堂 为电影宣传造势 现场勤光一 是一部很不一样的动作片 剧情不一样 挑战的难度也不一样 这是我们的拍摄 所以希望大家要来看 最难就是我们在 那个Covid期间拍 所有的SOP这些 是比较难比较复杂 但是我们都度过了 歌手刘淑宇也到场演唱 官方电影主题曲 今年来参演许多动作片的 许亮宇 这次在电影中 首次饰演一名帮派老大 打谢也比以往多 不过这些都难不倒他 即将在5月19号 在全马上映的The Assistant 讲述了本地演员伊迪尔 饰演的男主角扎费克 入冤狱并失去一切的故事 值得一提的是 电影还没正式公映 就已经成功入围 意大利屋底内远东电影节的 竞赛单元扬名鬼